最後就是安尼多 全部馬匹準備抬擋六場四班1650米的泥地賽事 準備,9號馬大熱 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的馬,中間快快贏快 入面喜利高,再在大外擋,又是安尼多 馬林中間,幸運房大爆發,外面還有大合照 在下一層的馬,內蘭就是鑽之友 外面還有勁勇威龍,中檔就是這個好姓王 後多小的馬匹,先見到尾五,內蘭,黃衣、黃衣、黃眼罩 就瀟灑勁龍,後面四隻,聲力,精彩生輝 內蘭,尾一個關勇將,暫時殿後超群名驅 跑到對面直路的時候,前面就安尼多 放了出來跑,快快贏第二位,外面大爆發 黃衣那隻上去了,再見到第四位,又是幸運房 都很不規矩,內蘭第五,喜利高 外面就大合照,三搭白衣、白帽那隻 再跟著他們後面,第七位,黃衣、紅帽,勁勇威龍 內蘭,黃帽,都仍是這隻鑽之友 中間好姓王,外面超群名驅,尾四 還有黃眼罩,黃衣、黃帽,瀟灑勁龍 尾三,聲力,後面兩隻,過關勇進精彩生輝 轉彎中間,安尼多漸線,幸運房,走了上來 第三位,中間大爆發,內蘭第四,快快贏,外面走了 勁勇威龍,再見到中間鑽之友,都上來黃帽那一匹 外面追,還有白衣、白衣、大合照 後面的馬,才見到喜利高、瀟灑勁龍的馬 一征直爐,前面透出的馬,見到外面位置 勁勇威龍,蓋上來了 跟著一起上,還有轉彎之友 再在外面追的馬,還有大爆發 外面追,超群名驅,中間喜利高 最後一百米,勁勇威龍打兩邊,擠來了一個身位 轉彎之友,有沒有第二? 但外面超群名驅,過了他 勁勇威龍,贏了超群名驅,第二,第三,轉彎之友 轉彎之友,剛剛第二都保不住了 結果這隻勁勇威龍,搬了馬房 贏了,終於到勁勇威龍 超群名驅,第二,第三,轉彎之友 轉彎之友,第四 都只能夠跑回第三 第四就是喜利高 轉彎之友,都打算咬住他上來 但竟然沒有 Q都頂不到 四搭六的連贏位,當然是好分到三千多 三千多元,因為九倍 進來跑第二 六四九一 我們看看預計派彩 跑第一名六號的勁勇威龍 導人派75元,為止派23個本 跑第二名四號的超群名驅,為止派885元 跑第三名九號轉彎之友,為止派14元 連贏位四搭六,派3431元 三名彩六號四號,九號,派25327元 單貼派2065元 位置Q四搭六,派834元 六搭九,派49元,四搭446個本 跑第四名是一號的喜利高 好 終於贏了,勁勇威龍跑到他的第23 在香港第23場 我們看完四連環派2953元 都是在泥地裡 終於都試出彩虹了 這幾場全部都跑得好 四重彩派117,731元 分一下梁家俊那隻超群名驅 這隻真的難搞 我想說,上次我選了他 他在大摩那裡跑過一次 泥地遷移近 上次到你來跑,就跑成駐賽 這次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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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因為上次證明了 不行,可能大家都覺得 以前還以前的事 因為那條綠踏狗真的很熱 臨尾只有10個開 就是給這隻99倍湯龜 終於開齋了 就是勁勇威龍 國倫 先贏一場 看巡囊影片 其實他的早段真的很好心機 因為見到那隻行星一近 他就放到一個漂亮位 起步來為慢點 我們看到星力 過關用將就抓在後面 前面走,我們看到快快贏 最外面安利多騎 另外大爆發大合照 一起上來 精彩新輝第五位 入面喜利高 然後見到勁勇威龍 埋了去 先放到一個漂亮位 再後一點 才見到鑽之柚 那些馬來的 海邊很勝王 瀟灑勁龍 起步不是很落力 結果守回到尾五位置 見到就是 開邊的精彩新輝 超群名區在尾二開邊 然後就是過關用將 幾隻鄭聚米都在後面 聲歷 見到那隻喜利高 一攝過去之後 郭倫說 只有兩位置 二搭有遮擋 即是已經任他走了 開邊賣邊 任他想 見到那隻行運方 頂不住 推了大合照出去 郭倫說 好了好了 我想走邊都有遮擋 轉之後跟著他上 明顯是架上敵 但騎下去真的不多 可能上次都用了 好了 喜利高在一隻轉之後旁邊 開邊六三那隻就是超群名區 他又跟著轉之後 不過我自己選擇那隻 南門瀟灑勁龍 看完今場 下年如果他再跑泥地 我都會再看 即是他也是有追勢的 在泥地上面 回來他跟喜利高不是差很遠 現在就是在超群名區後面 即是那幾隻當然是爆了 但你說下年跑 現在這樣的分態 有沒有機會下到五班 五班泥地千八這些 應該都很有能力 不斷移 複榜院筆派採作實 位置Q四達六派八百三十四元 六搭九派四十九元 四搭九派四百四十六個半 四連環排二十九百五十四元 四黑派二十九百五十三元 四重採医派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元 四重採医派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元